2015年,这对我来说是特别痛苦的一年,那时我才35岁,我正处于人生的上升阶段,但由于肺癌,我失去了健身的机会,失去了事业,甚至只差一点就失去了生命。 但幸运的是,我还活着,甚至开始治愈自己,癌症,任何人都可以放弃,但我不能放弃自己。 我的抗癌经验,2015年初,我工作时开始咳嗽和凶嫩,因为我自己吸烟,所以就没感觉有什么事儿,但不到一个月,咳嗽时出现了卡血的症状,这次真的吓坏了我,老板让我开车的做检查。 结果出来时医生告诉我,让我的家属过来,然后告诉我检查结果。 当我听到医生的话时,我感到昏昏沉沉的,因为我祖母四举肿瘤,我知道医生这个叫家属来意味着什么,也许我很快就会对我的妻子,因而父母,失业和一切说再见,我感到害怕和混乱。 在平静之后,我告诉医生,直接告诉我结果,我可以忍受。 最后,医生没有看我,轻轻的说,怀疑是非爱晚期,告诉家里办住院吧。 我当时完全惊慌失措,打电话给我的妻子,我的妻子很好,她很坚强,安排我住院,并开始联系北京专家。 经过两个多月的,我终于相信了我得了癌症的事实。 5月,我在北方做了手术,但是好景并不长,两个月后,被癌变成了腔静脉血栓。 那时,整个人都在崩溃,那天疼,都疼死了,妻子不敢让父母知道这一点。 能支撑,我在这条路上不停走下去的,就是因为孩子还小,我不能让他失去父亲。 2016年3月,我开始做下腔静脉放射和靶向药物,第二次放疗引起胸腔积液,两只脚肿得像大水桶一样,连大小便都开始事件了。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放疗科刘教授宣判,我死刑缓期三个月,还对我妻子说,放弃吧。 但我不甘心,我想完成四个放疗的疗程,医生只能让我进入党管引流放射。 因为胸腔积液在放疗中会什么都看不到,但幸运的是放射是成功的。 我的第三次放疗是用引流管做的,放射四次后,我就拔了引流管,几句班当,我现在活了将近两年。 关于我自己的靶向药物体验,我在最终一直有0.821米的节节,肉眼就能看见,我一直在寻找杀死肿瘤的最好方法,去了解肿瘤。 找到吃靶向药的正确方法。 心愿的是,各种靶向药物对我都有都有作用,只不过很快就会有抗药性。 最近半个月到一个月基本就会那样了。 在这里,我分享了我自己的药物经验。 法相药物一路使用过六个月的多几美,两个月乐砸西尼,一个月卡伯提尼,一个月雷利度按,是豪克蓝日定。 三个月的西尼人类力度按10毫克,现在吃869连爱西尼第八天,16号打PDE第二针,PDE的效果还不错。 我准备接下去先继续用药。 亲爱的患者朋友,如果你也在看啊,欢迎点击免费领取抗癌管家服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